各位好,又是我 教大家基本的手槍手槍方法 電池或電池都是這樣 注意安全和有效地去持你的手槍 拿著會更加準繩 有效率,例如提高準繩、射速、射頻 那方面,你不需要拿著槍手槍 或者想一大論 有些人會這樣拿 例如電影是這樣,托著底 這樣不是人可以的 但是連續發射就會效率不太好 還有一些,就是這隻手很直 看看是否會鬆 或者下一次再講 我講回最基本要做的動作 以及不要做的手勢 因為會影響安全和他人 首先我先脫掉彈甲 就算有氣,沒有氣也好 都脫掉了甲 尤其是去安全區的時候 不過,手槍如果有Holster 就建議放在Holster 即是槍上 你可以放在彈甲的 但要記住 如果有安全區的手槍 要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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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區 但是Glock 相對在日門玩家 是更加容易操作的 而且他輕巧輕便 下一次會講一下 如何選擇自己合適的手槍 或者我分享 你們自己選擇 因為選擇槍款 是自己的喜好為先的 性能 按著牌子或者價錢 首先 手是 攤開 很簡單 這樣 最後擦上 攤開手 按這個方向 把褲口位 記住 褲口位 就是這樣 用手指押著 就像指主人的手法 這樣 就像指主人的手法 套上去 一到進去 褲子 就不會這樣扣著 到了開槍 你確定要 開槍的時候 你才放進去 準備動作 就放在這裡 你習慣任何手槍都是這樣 這隻食指,另一邊 大拇指 拍著這裡 當你換彈膠的時候 你去reset 你去reset就快點 那些slide會快點回彈 為什麼要手指板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怕你不 即是跑的時候 你很容易被開槍射到隊友也好 你安全區也好 你不應該開槍的時候 你開了槍就很危險了 所以這個準備動作很重要 這個叫trigger finger 在IPSC一定要調校的 因為這個安全是十分十分十分重要 講三次十分重要 很多新手都會忘記放在這裡 你基本上 你要合格一定要 除了你夠特定時間內完成所有動作 這個動作是保持著 整個課程整個流程 到你將來玩任何槍都很重要 當你有機會去玩真的時候 真的槍械的時候 你更加需要這件事 因為玩具槍最多 即是打槍刃或者等等 就未去到玩 即是這麼容易死亡 但真槍就不太簡單 所以呢 一學就學到最好 這個動作也是跟回真槍的教學 即是基本教學 我不敢說很深 上面這樣看 其實這個動作也有個好處 正面這樣看 好處就是 就是你 開始指著方向 習慣了好像指著方向 你習慣了好像指著方向 你習慣了好像指著方向 這樣就去到哪裏 也有一個方向感 這個方向是 再次指著方向 然後再次指著方向 還有第二隻手 不要說左手 按摩就是 包著 四隻手指 包著這邊 抱著它 抱著它 攝影機可能肯定不太好 我盡量先避免 兩隻手指是這樣的 這個手指大概在這個位置 不用騙緊的,大概輕鬆地觸碰到 正面就是這樣,打機邊 另一邊就是這樣 這四隻手指就是這樣 夾著,不需要太緊的 有一點點力 大概保持 看看能不能注意到 怎樣對到 瞄準呢? 最重要是這個和這個點 對中中心 就是這個 原點和 後面的照門和前面的準聲 是一致 大概焦點到這個 我們看是看哪一點呢? 大家猜 是看前還是後呢? 我們普遍都是認為 是看前一致 來焦點的 後面呢,就是一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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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裡有一個櫃 打擊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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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但如果近距離我推薦 你這個看著前轉星加起來 所以你要水平的 Focus這個再加上你的Target 因為你的Target一路走 看著前轉星會很暈的 你打機大概都知道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打機 第一身射擊 即是你食雞也好 Rainbow Six也好 Call of Duty也好 即是這一類 大致上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開槍未 你習慣放在這裡 開槍的時候才遞來 其實很快 當然如果很緊急情況 應該說都在火拼 我自己未必推薦全部時間放在這裡 即是有可能放在這裡 那你快一點點 不過練得多都很習慣 可以很快 五日彈夾 就這樣 記得拿上槍的時候 先要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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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一下槍內有沒有彈彈 子彈在內 槍管內 槍塘裡 沒有 你確定 為何白色BB彈 容易看到有沒有彈彈 如果黑色比較難檢查一下 所以普遍BB彈都是白色 那 因為不會弄金色和銀色 可能可能會有 不知道 基本上是這樣 按一下槍檢查一下 然後放開槍檢查一下 然後你調個槍檢查一下 把槍檢查到內 那把槍檢查到槍檢查一下 連打也沒有 有 又沒有關照 系列 好 打都沒有了 好 打到最後 槍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 你就知道沒有子彈 那你就 release 好了 再入彈 再重複以上動作 你可以按這個 或者這個 視乎你自己手的尺寸 我這裡也遷就了手 或者這個 你不夠力的話 或者手不夠大 按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記住 不要放在這裡 我長期 否則你的隊友都會害怕你 還有你 被人看到你是 不是很熟你的槍枝 好了 如果大家不太明白 再看一次 或者留言問我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有什麼再討論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 給點訂閱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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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想感覺好像要玩一下 雖然大家都是玩 但我不想 我覺得這項都是運動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不要太過計較輸贏 或者買什麼裝備很貴 我這把都是KSC 都蠻好用的 它是金屬Slide 金屬槍管 當然它有個不好處是 印得不漂亮 其實我覺得這把槍500多元 蠻低的 但它的不好處是 改裝比較少 暫時說到這裡 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